这个部分是sub,也是VBA的第一种 VBA的第二种是插入函数的时候 当然我这边有个使用者定义 两种 不过第一种太麻烦了 因为它总共有八个资料 你要选八次 感觉好像不太合乎 那个实际上的状况 所以呢,还是第二种比较OK 可是要第二种要怎么做呢 当然第一个你按确定 它会要你跟你要一个范围 你就把这个范围给它 里面会有八个 储存格 过来的话就是一个阵列了 所以你会发现大瓜糊里面一个两个三个 就全部把它串在一起就对了 按确定 那就完成 那当然这个地方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首先第一个 一样到VBA 这个我想最早从第一次上课就已经讲了 那里面的话呢 一定是在模组里面 插入一个方选 这个我想是程序里面的方选 这应该没问题 名称叫地址函数 后面加一个范围 那会跟使用者要一个范围 所以叫地址范围 所以将来的话 后面呢 这个名称要自己打上去 它就会跳出一个视窗 上面就是一个储存格 可是呢这个地址范围 使用者会给你 所以这个有点是互动式的 使用者呢会帮你选了一个范围给你 这个范围 就是他去选那个范围 总共的话呢 里面会有那个八个资料吧 就是刚刚他选这个 然后我刚刚讲过了 这个就是一之一 一之二 一直到一之八 那所以呢 你可以把地址范围 先丢给一个谁呢 丢给一个A 由A先去接住 A接到了 特别之后地址范围 总共八个储存格的一个阵列 先丢给A 那A里面呢 这边就A一之一到一之三 这个不用判断 可是一之四呢 它是断 那所以做法的话 如果断不等于空的Zen 怎么样呢 那这个A一之一呢 就等于什么 后面串一个断这个字 特别之后 你会想说 有同学会问说 老师那为什么 你这个If Zen啊 之前不是一定要写成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 一定要给Endif吗 之前好像都这样写 可是为什么这个时候呢 你不是这样写 而是把它写到后面呢 特别注意 这个是一个规则 如果说呢 你If里面 跟Endif中间 只有一行的话 它是可以被允许写在Zen的后面 加一个空白 那不需要Endif 不过前提是怎么样 你只有一行程式 可以这样写 因为我只有一行程式嘛 所以呢 我想说 那要精简一点点 所以怎么样 把它写在后面就好了 应该可以理解 理解我的意思啦 那所以呢 像一之一 OK 一之五 这个是断 一之四 一之五 一之六 那一之七的话是号 号不用嘛 号不用判断 直接丢 楼的话要判断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啊 这几行都是复制贴过来改就好了 那最后呢 你要返还结果给谁 给自己 所以特别注意哦 方选的名称 方选的名称 这两个一定是要一模一样 插一个字都不行 就把A1之1到1之6怎么样 全部用M的符号串在一起 丢给自己 那因为你现在储存格的位置在那里 他所以他返还回来 就会是我们刚刚串接的 所以你会发现啊 最后呢 我就把A1之1 就是这个 一列一栏 一直到一列八栏 全部用什么 M的符号串在一起 再返还给自己 那东西就丢过去了 OK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了 这个前面好像有类似的范例 用范围的方式 这一招还蛮管用的 因为很多时候你就选一下 结果就出来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 那顶多你需要去做的 就是做判断 if 什么逻辑 then 做什么事 里面不等于空的 就串一个什么 几段 比如说一 他就一段 二就二段 OK 其他都一 都一样的到底 所以 制定函数里面取得范围的部分 大概是这样子 OK 所以最后做完的话 他返还到 出生个里面 那就会是我们最后的结果 那这个的好处就是 你会发现 那个公式 就大大的减少 那个我们输入的 这个时间 OK 这个是制定函数 范围部分 那最后呢 可能我需要做查询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按下这个地址 假设了 再来就是地址查询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可以按一下地址查询 请你帮我查一下那个中校东路的资料 并且帮我查完之后 丢到一个新的工作表里面的话 那要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输入中校东路 中校东路的会员 那可以帮我查 查完之后呢 新增一个工作表 名称就叫中校东路 资料就自动丢过去 按个确定看看 好 各位有发现 最后又跑回来了 在下方多了一个什么 中校东路的工作表 住在中校东路的 这些会员 资料就出现了 那你可以怎么样 假设你今天要寄资料 给这些人的话 那就方便多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呢 该怎么做 会不会很复杂呢 其实这里面的话 可以套用 我这边等一下会教会 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快速建立一个查询系统 只要是 你想要查的资料 它都可以套用 所以等一下的那个范本 你直接拿到别的范例 直接贴上修改一下 就可以马上使用了 那怎么做呢 基本上 我里面是用了一个 就是资料里面的筛选 筛选里面你把它点下去 这边不是有一个什么 文字筛选 它里面有一个包含 包含部分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关键字 打上中校东路 输入这个中校东路之后的话呢 它会留下只有中校东路的部分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输入 按确定中校东路 那我就把游标放在A1 Ctrl Shift向右向下 Ctrl C 然后呢 新增一个工作表 把这些贴过去 把这个改一个名称 叫中校东路 把刚刚的东西贴上 然后栏宽 这个栏宽 把它改为什么呢 这个地方栏宽 设为自动调整 让它调整一下 那个栏宽 最后呢 再切回到地址 再把筛选的功能取消掉 点一下A1 可是刚刚的动作 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方法 叫做录制聚集 其实呢 我把 我其实就是怎样 刚刚的查询 实际上就是把刚刚的动作 全部录下来之后 再做一些修改 我修改哪些地方呢 这个可以先不要 就是 有没有发现 其实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从那个底下的 A1 一直到9 就是我刚刚做的这些动作 我只是在这边加上什么 加上一个注解 选取A1 按下筛选 然后筛选的地方 其实本来是忠孝东路 我把它改成一个input box 也就是说呢 把原来忠孝 因为不可能每次都查忠孝东路嘛 把那个忠孝东路 在这几个字 改成一个变数 那我不就是可以 给不同的变数 用input box去查到 我要的东西 要做什么呢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Copy之后的话 再来关键在这里 新增工作表 重新命名 特别注意哦 你按一下新增 它会是Add Add到哪里呢 After 最后最后这续子 你看 就是在最后那个帮我新增一个 但是你的名称可能要什么工作表 10 工作表11等等的 那你要重新命名的话 这边有个Shits最后一个 的名称 等于什么呢 中孝东 所以为什么我最后那个工作表名称会被重新命名 其实就是利用这边 所以这边的话呢 会学会两个部分 一个是如何新增工作表 第二个如何把工作表名称重新命名 其实就是.add跟.name这两个东西 最后把它贴上蓝宽 蓝宽有没有 这个是一个什么 Colens指的是蓝 A到K选取 AutoFits指的是什么 自动调整 然后再切回到我们的地址 切回到原来的工作表 这一个 做什么呢 取消筛选 再把游标放在A1 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 我刚刚的查询系统是怎么来的 一 录制聚集 二 加上注解 三 加上input box 再把原来的 这个条件 改成什么呢 改成一个变数 有没有 这个 这个 还有 重新命名 其他基本上没怎么改 那这个部分 你可以用在 其他的地方 你只要改那个range 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改一下 Fill的指的是哪一栏 那因为我是查的是 K栏 K是第十 其他如果你要直接拿去用 马上也可以做一个查询系统出来 只要你要查哪一栏 都可以快速帮我产生 OK 这里的话我想 各位试试看 不过呢 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你查过忠孝东路 你这个时候呢 如果再查一次忠孝东路会怎么样 会发生错误 为什么 因为 你的工作码名称 绝对不能够有一模一样的 不能一模一样嘛 所以 如果你遇到那个重复的名称的话 那我必须把它删掉 有没有 因为如果你假设 我这边demo 这个 就是说你查询的话 假如说 这边已经有这个名称 那你如果再查一次忠孝东路 确定 会怎么样 诶 再侦措一下 它会卡在这一行 为什么 因为 你要改忠孝东路 不对啊 你忠孝东路已经存在了 那你就会怎么样 就没办法下去了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错误的话 等一下 我会教各位怎么样 第一个 输入之后 先检查一下 名称有没有一样 如果有一样的话 那就把它先删掉 因为如果它 使用者如果查一样的 表示说 它要更新新的资料 那你需要怎么样 把旧的删掉 再帮它查一次 诶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刚刚这一段 其实还是比较稍微的难度 然后我放在云端上 有这个 这一段成事 各位先试试看 不过我好像有先 扣了一个 这个东西 工作表是有时候 你等一下可以先略过 那待会我会再讲一下 如何删除 如何重复的那个工作表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部分呢 主要 就是教各位 如何利用聚齐录制的方式 产生你要的这个程式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利用那个 一个变数 达到我们可以 重复使用 这个程式的这个目的 然后呢 再来就是 所谓的工作表新增 工作表重新命名 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呢 可以学到 那待会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有重复的工作表名称 那你要怎么样 把它删掉 再重新查过一遍 如果这样可以的话 那以后 如果你要做一个 查询系统 应该就是一个 很简单的事情 可以试试看 看需求啦 因为如果说你要节省空间的话 因为那前面那个部分之所以会有那个 或者 我又不愿意 节省空间 好 经历 证明